好 现在让我们有请 我们比赛的裁判 牵犬师资格证高级教师 孙涛先生 有请 你好 您好 你好 来来 来 在圆圆给我们展示之前 我们把我的同事 带着他的狗 先来挑战一下 你围着我们转的意思的时候 头有点晕 来 罗淑西 来 来 坐 他本来就坐着呢 那你站起来先 好 来 坐 那接下来 你就要先给我们展示一下他的 好的 不能丢人啊 好 按照裁判员要求 进行移动 站立 展示线路 考核基础路线为直线 三角形 环形 裁判员根据犬支的步态 协调性 比赛期间的礼貌 习惯等进行考核 好 把整个狗的侧面留给我 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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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比赛的时候 职业指导手 是不能让狗做的 比赛的时候 指导手是用左手牵狗 狗是在你跟我之间的 因为我要看他的动态 裁判是要看狗 不是要看你 直线 一直害我 我的妈呀 我们这导演是不是什么都不懂 他的动态要流畅 流畅 流畅 不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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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比赛的时候这样的话 裁判会哄进下场的 我已经看出了这狗没毛病 毛病说我们导演有毛病 他的血编很不好 对于指导手来讲 没有一点符合指导手的 业余的嘛 我带得出来 来 我们有请圆圆 圆圆 现在由国家C级牵犬师 袁子勋 协赛犬Sara 进行比赛 现在这 根据牵犬师指令 赛犬亮相 需要展示正侧面形态 和标准站姿 首先画一个直线 直线行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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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指参赛者穿过场地 并且返回到裁判员面前 难度细数三颗星 直线行走 主要考核 犬肢脚步的离地间细 和摆动轨迹 以及精确的折判员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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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王 现在裁判对于犬肢进行 Fuj 裁判需要打开犬肢口部 使牙�ж外入 对犬肢间线 前胸前肢 后躯等骨骼结构进行审查 牵犬师需要控制犬肢 使其自愿接手触摸 不对缩 不攻击 OK 好 一个三角 折线行走 折线行走是参赛者 完成三角形的线路 并返回出发点 难度系数四颗星 折线行走 极度考验牵拳时 左手的控制能力 是要精准控制到 每一个转角的速度 节奏和犬肢形态 OK 绕场一圈 最后停了那个位置 环形行走 环形行走 只完成围绕裁判员的线路 并返回出发点 难度系数 可行 三角 走 考核最终章 这是最难的线路 也是最综合的考察 方向时刻在变化 除速度与节奏外 全肢背线必须平整 左前肢右后肢弱点 必须在一条直线 跑动轨迹 必须最大程度接近人形 变化 变化 则遮驳 好 比赛结束 来 裁判给我们点评一下 刚才圆圆的表现 表现得非常好 因为对于一个 五岁的小姑娘来讲 她完成了很多 对于成年指导手 可能都有一些困难的 一些动作 包括她跟狗的配合 都是做得非常非常好 现在让我们有请 我们比赛的裁判 牵犬师资格证高级教师 孙涛先生 有请 你好 您好 你好 来 来 来 在圆圆给我们展示之前 我们把我的同事 带着他的狗 先来挑战一下 你围着我们转的意思 我头有点晕 来 罗淑西 来 来 坐 你先 她本来就坐着的 那你站起来先 好 来 坐 那接下来你就要先给我们 来 展示一下她的 不能丢人啊 好 牵犬师挑战赛 牵犬师自行准备考试权已知 按照裁判员要求 进行移动 站立 展示线路 考核基础路线为直线 三角形 环形 裁判员根据犬师的步态 协调性 比赛期间的礼貌 习惯等进行考核 OK 把整个狗的侧面 留给我 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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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比赛的时候 职业指导手 是不能让狗做的 比赛的时候 指导手是用左手牵狗 狗是在你跟我之间的 因为我要看它的动态 裁判是要看狗 不是要看你 直线 直线 参赛者 完成三角形的线路 并返回出发点 难度迅速四颗星 折线行走 极度考验 牵犬师左手的控制能力 是要精准控制到 每一个转角的速度 节奏和犬肢形态 好 绕场一圈 最后停到那个位置 环形行走 环形行走 只完成围绕裁判员的线路 并返回出发点 难度系数 可星 三角形 三角形 考核并返回到裁判员面前 难度系数三颗星 三角形 三角形 直线行走 主要考核 犬肢脚步的离地间细 和摆动轨迹 以及精确的折返点 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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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正细 今天裁判对于犬肢进行处诊 裁判需要打开犬肢口部 使牙齿外露 对犬肢监线 前胸 前肢 后躯等骨骼结构进行审查 牵犬师需要控制犬肢 使其自愿接受触摸 不退缩 不攻击 好 好了 一个三角 折线行走 折线行走 医生害我的妈呀 我们这导演说什么都不懂 他的动态要流畅 流畅 不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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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比赛的时候这样的话 裁判会哄进下场的 我已经看出了这狗没毛病 毛病说我们导演有毛病 对于指导手来讲 没有一点符合指导手的 业余的毛带得出来 来 我们有请圆圆 圆圆 现在由国家C级牵犬师袁子勋 协赛犬Sara进行比赛 现在这 根据牵犬师指令 赛犬亮相需要展示正侧面形态 和标准站姿 首先画一个直线 直线行走 直线行走 指参赛者穿过场地 直线行走